邓小平生前聪明算计了一辈子 没算到死后竟遭到了习近平的复仇 他的长子邓普方79岁高龄 被习近平撤掉了最后一顶官冒 事件背后是邓小平与习家的恩怨 及中共不愿人知道的秘史 它怎样影响了邓习两代乃至今天中国的命运 请从邓普方开始看到最后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普方 万万没想到79岁高龄竟遭遇大羞辱 他的最后一个顶带花龄被掳夺 明白正情的人都知道 这是习近平对红二代们 以及邓小平理论鼓吹者的警告 9月20日 五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的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大会上 邓普方的现任残联名誉主席一职 由原中共国家监察委主任杨小杜接替 残联主席张海迪则被原副主席陈凯代替 这意味着掌控残联半辈子的邓普方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邓小平最强有力的代言人自此被销声 生于1944年的邓普方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下肢瘫痪 文革结束后 随着其赴邓小平的付出 邓普方的人生也走向高光时期 1984年 邓普方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 1988年创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从创立到2008年这20年 邓普方一直担任主席 残联主席是国家政部级待遇 此后退休的邓普方将主席一职 转交给中共树立的另一个残疾人偶像张海迪 邓普方责任残联主席团名誉主席 张海迪被视为邓普方的代言人 残联在表面上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团体组织 但因为邓普方是邓小平的太子 所以从其创立开始 会议规格就高于其他团体组织 每次残联换届大会 中共政治局常委几乎清朝出动 这已经成为传统 今年的残联第八届大会在9月18日开幕 当天习近平带着他的下属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等中共最高层道会 占据了主席台第一排的全部 第二排中间位置上是并排坐在轮椅上的邓普方和张海迪 接替邓普方的残联名誉主席杨小杜是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旧部 他曾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 习近平入主中央后 杨小杜升任中纪委副书记兼任监察部部长 不久又加上了预防腐败局局长一职 之后他担任国家监察委首任主任 中共十九大他进入政治局 今年两会上退休 杨小杜并非残疾人 也没有残联工作经历 此次空降邓普方的残联王国并取而代之 显然是习近平的一次破常规任命 加上杨小杜的反腐背景 其特殊性自然引来外界关注和猜测 这些年 北京当局不断突出习近平思想 一直淡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政策 也就是俗称的去邓台习 因此习近平与邓家的恩怨关系也广为人留意 中国问题全球研究所所长 日本顶尖的珠波大学名誉教授 理学博士远腾玉 2021年出版了他调查分析的习近平对邓小平复仇的研究著作 远腾玉认为习近平的复仇形势影响了他推行的国家战略 习家与邓家在父辈时已经积怨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多次遭到邓小平政治暗算 1934年 蒋介石的国民军对中共红军进行围剿 红军不得不向北逃亡 这段历史被中共美化为长征 在走投无路之际 毛泽东听说有个刘志丹的根据地 于是带着几千残兵圣将到了延安 习仲勋与刘志丹、高岗 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 毛泽东进北京后 高岗、习仲勋、邓小平等也到北京中央任职 1954年 邓小平向毛泽东秘密举报 高岗有二心 高岗被打成要谋反的反党分子 没什么过硬的确凿证据 高岗自杀了 邓小平得到了毛的提拔 1962年 小说《刘志丹》在中共几大报纸上发表 有中国贝利亚之称的康生认为 该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密报给毛泽东 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毛看后批示审查习仲勋等人 此后习仲勋接受审查 因反党罪名被关押、游街、批斗和监管长达16年之久 这是中共官方的陈述 而远藤玉博士的调查分析认为 打压习仲勋的背后主谋是邓小平 有体制内党史专家透露 习近平认为邓小平是当年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因为邓小平当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 康生是邓小平的亲密下属 做事要先向邓小平汇报 文革过后 邓习两家先后回到了中共机构任职 中共改革开放后 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 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的操盘手 习仲勋在广东任职期间搞经济特区试点 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一号太子党人物邓普方此时风头无两 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高干子弟 邓普方创立了残疾人基金会和康华公司 谁都看好了红二代的批条字办事的能力 以及免税特权 邓普方的康华公司裁员滚滚迅猛扩张 康华成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关岛公司 成为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反关岛的所指 习近平不是邓普方红二代圈子里的人 在太子党纷纷下海经商的时候 习近平在习仲勋的安排下走上了从政之路 1990年10月中共七届人大委员长会议召开期间 习近平还没有参加完最后一次讨论会 就被以中央批准到南方疗养的名义 外扁到了广东 被迫退居二线 直到邓小平死后的1999年 他才再次回京 什么是邓小平把习仲勋提前削职了呢 原来习仲勋在当年会议期间提出 应该立法保护提不同意见的人 这相当于给人民言论自由 这是邓小平和权贵阶层所不能接受的 这是习仲勋第二次触怒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 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会议前的政治局会议上 习仲勋与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等人 反对邓小平继续留任中央 习仲勋还发言表示 法治是最佳选择 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 解决不了体制转变问题 我们应当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胡耀邦因此不久后被迫辞职下台 习仲勋也断送了晋升人大委员长的机会 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 中国在6月4日邓小平下令开枪 屠杀要求民主的爱国学生 邓小平于1990年3月辞职退休 从垂帘听证状态转入幕后掌控一切 他把提意见的学生枪杀了 怎么能容忍习仲勋要立法保护提不同意见的人呢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 在反腐中打掉了江河新 确立了习核心 不希望别人拿邓小平来压自己 习邓两家矛盾首次公开化事件 是习近平当局查办安邦集团创建人 邓小平外孙女邓卓锐的夫君吴小辉 吴小辉因为涉嫌参与了2015年6月 逼习近平下台的金融政变 以及到海外大肆巨额并购 惹恼了习近平 2018年5月 吴小辉被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判刑18年 800多亿财产被没收 尽管邓卓锐与吴小辉及时离婚 但邓家仍深受打击 习近平与邓博方家族更深层的矛盾 是邓小平理论与习近平思想的地位之争 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 是改革开放政策 文革结束后 中共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邓小平被迫改革 试图在不改变共产制度的前提下 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 也就是不跟西方对抗而发展自己 习近平大权在握后 逐步淡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不再韬光养晦 先后提出大国外交 大国担当东升西降等对抗西方 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大撒币 试图将中共影响力推至全球 习还破坏邓小平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 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外资大量撤离 习当局也因此遭到美欧等国高科技围堵制裁 邓小平留下的另一个政治遗产 是取消领导钟申志 也被习近平废除 2018年3月 中共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无限期连任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的举措令很多红二代反感 也令邓家的后人非常不满 邓朴方找到了一个敲打习近平的机会 2018年9月 在中国残联的七大闭幕会上 邓朴方发表讲话 通篇都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呼应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没有提议以习思想为指导 邓朴方称 不倒退 一百年不动摇 告诫保持清醒的头脑 知道自己的分量 既不妄自尊大 也不妄自菲薄 邓朴方讲话一出 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 邓朴方是残联主席 不讲残联具体事宜 而指导国家大政方针 显然是话里有话 旁敲侧击 很快习近平回应动作来了 2018年12月 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外界关注到明显的去邓台席的现象 深圳舍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入口处的 邓小平首次南巡群雕被撤下 换成了习近平的金锯墙 北京国家美术馆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展览 挂出了一幅习近平之父 习仲勇在地图前画圈介绍深圳特区的油画 邓小平等阶层配角 围坐聆听 习近平这么做是要揭真相 深圳经济特区是习仲勋打造的 不是邓小平先画的圈 习仲勋被平反复出后 1978年首任是广东市委书记 他去了逃港潮严重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 提出给广东放权 其中包括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 他向邓小平汇报了情况 邓小平赞同 于是在1979年 广东按照习仲勋的提议 划出三个经济特区 习仲勋还给保安室确定了新名称 叫深圳 广东的经济规划 深圳的发展 是习仲勋一手带起来的 习仲勋1990年被邓小平排挤出京后 也几乎一直住在深圳 深圳是习仲勋的家 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名字 是邓小平定的 邓小平是支持习仲勋的强大力量 邓用自己的权威 让中共通过特区政策 1984年 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特区考察 看到经济起飞 就推行到沿海城市开发 1992年 邓小平再次去深圳 发表了《南巡讲话》 用深圳启动 因六四大屠杀而中断的改革开放 习近平不满深圳 被说成是邓小平画了一个圈 掩盖了习仲勋的贡献 太子党们十分看重自己的红色血统 骨子里就是老子英雄而好汉 习近平要亮明父亲的英雄履历 是证明他习近平是好汉 有十足分量 五年前 邓朴方叫板习近平 要知道自己的分量 五年后的今天 习近平去掉邓朴方的残联名誉主席职务 让邓朴方没地方发声 这也是让太子党们知道自己的分量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魏剑行的秘书 王友群博士 五年前在评论去邓台席的现象时 有一段精辟分析 至今仍然适用 他说 江不灵了 邓不灵了 邓江时代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 在中美贸易战的国际背景下 却全部爆发出来了 习近平正坐在火山口上 如果习近平能像第一个任期 反腐打虎那样 顺天意而行 可能绝处逢生 反之 只能随中共分崩离析而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